哈囉囉我是雪露伯 魯洛洛 由於前陣子洛洛介紹的遊戲 可能都是一些吃操作、吃雞鎮的手遊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反撲歸正一下 來玩玩一款輕鬆刷的碰碰冒險RPG 《小勇者阿瑪》 在這款遊戲中所有英雄都是主角 可以任選喜歡的角色進行冒險 而遊戲裡面不只玩法好上手 抽卡也是相當逢 還有很多有趣的副本玩法 以及社交系統能夠快速解釋其他球場玩家 接下來就讓洛洛帶大家認識一下吧 《小勇者阿瑪》是一款走可愛輕鬆風格的RPG遊戲 遊戲的主角是一名一直帶著頭盔的外送打工仔阿瑪 在某天送完外送後 他撿到了一本神秘的變紅秘籍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變成半裸了 還被丟到異世界獲得了神秘的力量 而玩家就要扮演阿瑪 展開他在異世界的冒險 整體故事和角色風格都是走可愛風的設計 所以感覺上也很適合拿給小朋友玩 或是一個親子同兒的遊戲 話說回來可能也會有人疑惑 什麼叫做碰碰冒險呢 這個碰碰指的其實是遊戲的碰撞式戰鬥玩法 在遊戲中玩家最多能夠組織五隻英雄進入隊伍戰鬥 雙方的英雄會在一個平面舞台上對峙 並一起自動向敵方陣容推進順道發動攻擊 而攻勢比較猛烈的那方 就會將對方前排的英雄向後擊退彈飛 擊退得越多次 自然就更容易讓脆皮的後排受傷 甚至可能會被壓在牆壁上壁咚到死阿 也因為這種雙方英雄碰來碰去像碰碰車的玩法 所以才被稱作碰碰冒險RPG 不過要注意的是 除了各英雄的站位 會依照戰士、法師、輔助、射手等四個類型各有不同外 每個英雄還擁有不同的移動速度和技能 因為戰線基本上是能夠越往前推越安全 所以速度快會干擾對手的英雄 有時候甚至會比單純火力強大的英雄吃香喔 例如身為戰士的主角阿瑪 雖然他的特技、防禦姿態會減少自己的移動速度 但他的戰技、盾擊 有機率將敵對英雄擊退 擊滿能量後的必殺技、戰爭之矛 也有擊退和中斷技能的效果 所以相當適合拿來維持戰線和保護後排 另一個英雄 洛洛拿台港澳專屬英雄蚵仔妹來當例子吧 這個是專為台港澳玩家打造的英雄 不只是造型滿滿的台位 他的戰技送或上門還會隨機造成降低攻速、移速或是暈眩的效果 必殺技、餐具、投擲也會隨機造成額外30%的擊退、暈眩或是降防的效果 一丟大招就幾乎能直接癱瘓對手的前排 是一隻超好用的干擾型輔助角喔 玩家可以像這樣 依照英雄們的技能和移動速度等資訊來決定要如何安排隊伍 最好是能夠把對手壓到牆邊 或是想辦法控住對手不給予反擊的機會 這就是這款遊戲的核心玩法 那麼要怎麼樣拿到這些英雄呢? 除了主線到達一定進度會固定給予特定英雄外 當然就是抽卡啦 小勇者阿瑪的抽卡非常佛 真的是最佛的那種 雖然同樣是採用碎片制 但基本上高級招募每10抽就必出英雄 60抽就保底最高階級的神話英雄 其遊戲為了慶祝上市 也舉辦了開局集送6666抽的活動 每天都會有30次免費抽的機會 也就是說就算哪怕你開了遊戲就直接躺平 每兩天也至少會有一隻神話英雄喔 而除了6666抽外 開服期間還準備了7日遷到、7日挑戰、闖關獎勵 和基天豪里等活動等著你來參與 首先遷到7天就直接送你一隻神話英雄 再來完成7天內所有的任務 又再送一隻神話英雄和大量的寶石 闖關獎勵 每過一張就送5張高級招募券 再算上基天豪里 每日儲值送的招募券和寶石 除了保底的3隻神話外 每一抽加1的150招募積分還會再送一隻神話 所以抽完200抽就直接一整隊神話了 而除了招牌的碰撞玩法和主線外 使用著阿瑪還準備了很多其他的玩法 例如招牌之一的釣魚玩法 就是一個很好上手的小遊戲兼養成玩法 玩法非常簡單 玩家可以點擊拋竿開始釣魚 並在魚咬勾的時候 再次點擊就能夠將魚釣上來 釣上來的魚種有大、中、小、生物等類型 你可以將釣起來的魚給賣掉 並換成銀幣和鍛造槌 用來強化魚竿、魚飄、魚鉤、魚線等釣魚工具 好加強釣魚的效率 甚至可以在商店花費一點寶石 交換一些特殊的魚餌用來釣起特殊種類的魚 隨著你釣到的魚越來越多 你還可以解鎖各式各樣不同的魚場 進一步增加釣到高級魚類的機會 而且釣到的高級魚 當然也不是只有賣掉這個用途 越高級的魚會提供越高的被動加成 例如洛洛剛釣上來的這隻米奇魚 就能讓法師有攻擊力705 防禦94的額外加成 你只要將它們放入魚缸中 全部的英雄都可以吃到這些被動喔 你還可以透過隱蔽來升級魚缸的大小 用來吃到更多的加成 而且因為這個玩法還有每日可以解 所以洛洛是建議 就算魚缸已經裝好自己想要的魚了 最好至少也每天都開下來自動釣魚 抽點時間把魚釣一釣 不要浪費強化工具和魚缸的機會喔 另外遊戲也準備了四種副本玩法 分別是試煉之地、王座之塔、隱秘聖所和黑暗之門 這邊洛洛就先介紹兩種比較有意思的玩法 隱秘聖所是一種rock-like的玩法 玩家必須依序闖過10層來贏取獎勵 但除了會將英雄的等級拉到最低100等外 每天還會抽出三種場景BUFF來影響隊伍 另外每當玩家戰勝一層 就可以贏得一次三選一的額外增益BUFF 以此類推來看玩家能否戰勝最後的BOSS 因為每天抽出的場景BUFF都不同 所以有時候也要為此更改隊伍的配置 而另一個玩法黑暗之門 則是這種遊戲比較少見的生存戰競爭玩法 戰鬥開始後門內會源源不絕地生出新的敵人 玩家隊伍必須賣力死撐 想辦法能殺一個是一個 最終依照全面前消滅的敵人數量來判斷排名和獎勵 這個玩法的難點在於並不是一波 將敵人推到底就好 還需要考慮虛戰力的要素 組織的方式自然也就會跟推主線的時候不太一樣喔 接著再讓我們來看看這款遊戲英雄的養成方式吧 小勇者阿瑪的英雄養成方式 可以簡單的被區分為等級、天賦、雕紋、神器等四個類型 等級自然就是吃經驗升級 除了強化角色的素質外 也會解鎖裝備格和裝備等級 但要注意這款遊戲不需要特別去打或是製作裝備 裝備只是作為強化選項的一部分 自然存在角色身上 所以只要適合配合花錢升級就可以了 而天賦則是其他遊戲常見的身心 藉由吃掉同角色的碎片 可以一面強化角色的各項屬性 同時也可以用來啟動角色的戰績和特技 例如我們想要啟動鵝阿賊妹的送貨上門等戰績 就要先將它升到至少二星 前面也提過這款遊戲的抽抽很佛 神話英雄也不難入手 所以不用太擔心之後沒有強化這部分 再來是所謂的雕紋 雕紋有點類似某些遊戲的符紋之類的效果 一個角色可以裝備六種雕紋 每個雕紋都能夠提供若干的被動能力加成 且如果能夠將雕紋的等級提升到傳說以上 還能夠拿到額外的被動 玩家可以在試練之地的地方蒐集到這些雕紋 基本上就是看角色類型來決定要插哪種雕紋 並不算太難理解 而神技的部分則是英雄90等之後的養成內容 每個英雄都有專屬的神器 啟動之後除了可以拿到傷害和生命等命格加成 還可以啟動各神器特有的能力 像是牛仔殺手的沙漠佐倫 啟動後就可以拿到穿透彈這個貫穿能力 可以說是大大的增加了角色的強度 這部分跟角色天賦有點類似 強化越高能拿到的被動自然也就越多越強 但因為升級用的零時是高級資源 所以剛開始的玩家也不用在意太多 有抽到再升級就好囉 而除了以上四個之外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強化選項被稱作進階 這個功能需要戰隊100等後才會開放 效果是可以將低品階的英雄 一步步升級到最高的永恆階級 這代表著什麼呢? 這代表著小勇者阿瑪不像其他遊戲一樣有廢角 不管你是精英、神話、傳說 通通都可以被升級到永恆階級 且不管是等級上限、天賦、雕文、神器 其他剛開始就是神話的英雄有的 這些低階升上來的英雄也都一樣有喔 所以初期玩家完全不需要想說省資源都丟給神話角色 完全可以只依照技能的好用程度來判斷培育的對象 甚至就優先投資阿瑪和火之女巫之類精英等級 但比較好抽到的英雄也沒有問題喔 就算現在花費了資源 再之後也可以無痛使用重生功能將資源返玩 你闖過的關 震道的經驗都不會有一絲一毫浪費喔 當然在強化完以上的選項後 也別忘了點擊英雄面板最右下的雕像 來強化一下全隊的被動能力 這樣就能夠既輕鬆又快速的去享受碰碰戰鬥囉 那以上就是今天洛洛帶給各位的小勇者阿瑪新手上示範介紹 大家看完後有更加了解這款遊戲了嗎? 目前小勇者阿瑪已經在4月17號雙平台正式上架 現在直接去商店搜尋就能夠找到囉 洛洛這邊也在資訊欄放上了專用的禮包嘛 有興趣的ROM們可以趕緊下載 好好享受一下這碰來碰去的碰碰冒險吧!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